幸福的生活来自厨房的烟火 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储记 今天花50块钱买了一个新鲜的猪肚 跟大家分享一下清洗猪肚非常简单 但是又特别有效的做法 相信这个做法很多人都还没有尝试过 以前很多朋友在清洗猪肚的时候 都只是加盐和面粉来一起帮忙清洗 其实那样做还不是特别正确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猪肚一般最难处理的就是表面的这层粘液 这些粘液不仅腥味重 那些发黄的地方如果弄不干净 不小心吃到还会特别苦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盆40-50度左右的温水 先把猪肚给烫一烫 这第一步最主要是为了去除猪肚表面的粘液 还有那些比较明显的杂质 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 就随便那么轻轻的搓洗几下 已经有很多脏东西被清洗出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粘液被清洗出来了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小刀 用小刀把刚才没洗干净的那层黄色粘膜给刮除干净 刚才已经讲解得非常仔细了 这层黄色的粘膜如果不刮除干净的话 不小心吃到会特别苦 而且如果拿来炖汤的话 整锅汤不仅会很腥还会发苦 黄色粘膜刮除干净以后 再次往里面倒入40-50度左右的热水 继续把刚才刮除下来的粘膜给清洗一下 接下来咱们把猪肚翻个面 虽然今天购买的猪肚已经算是比较干净了 但是上面的脂肪还是残留了一些 这些脂肪也是猪肚腥味的重要来源之一 如果不摘除干净的话 除了腥味重口感也特别不好 更关键的是 这些脂肪的油量还非常的高 如果留着一起食用的话 就不太适合现代人的饮食标准 咱们在剔除这些脂肪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手把这些脂肪给摘除下来 当然了用剪刀的话效率会更高 摘除下来的这些脂肪就不要留下来了 就算拿来炼成猪油 味道一样也是很新的 最后把脂肪修剪成这个样子 从表面看 猪肚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把猪肚翻过来 现在开始处理猪肚里面的这些粘液 咱们先准备一些玉米粉 直接勺一大勺撒在猪肚的上面 然后再不停地抓拌揉捏 玉米粉没有像普通的面粉那样细 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 能把猪肚表面一些比较牢固的粘液给摩擦出来 同时玉米粉的吸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甚至比普通面粉的吸附力还要强 抓拌揉捏了将近一分钟以后 再次倒入足量的清水 把上面的玉米粉和被吸附出来的粘液给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沥干水分 然后重新放回盆中 接着继续往猪肚上面 带入一勺的玉米粉 然后再准备一瓶高度的白酒 往里面带入大约两瓶盖的量 继续抓拌油捏 加入高度白酒 不仅能很好的去除异味 最重要的是白酒还能够杀菌消毒 比起指甲面粉和小苏打 清洗的效果要好很多 没有尝试过的朋友 可以好好的尝试一下 清洗过后真的是一点异味都没有 接着继续倒入足量的清水 把重新加进去的玉米粉和最后吸附出来的粘液给清洗干净 清洗到后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 猪肚基本上已经不粘了 现在重新把猪肚放回盆中 接下来咱们还需要往里面加油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往猪肚上面撒上一层喝剩下的茶叶末 茶叶里面的茶豆芬可以有效地清除掉猪肚里面的那些腥臭味 而且效果还非常的不错 这个做法是很多人绝对没有尝试过的 下次再清洗猪肚或者猪大肠等一些内脏的时候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哟 这样清洗出来的猪肚保证没有一点腥味 不管你怎样做做出来的猪肚都非常好吃 如果是用泡过的茶叶来清洗那就更加省钱了 以前大家处理猪肚的时候都只是加盐或者面粉 小苏打或者白醋都有尝试过 但是加那些东西一般都要洗很久才能洗得干净 用今天咱们的这种方法 只需要五六分钟就可以把猪肚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又简单又快捷 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 用这个方法清洗出来的猪肚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的粘液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一等腥味也没有 接下来咱们再把猪肚放到案板上 猪肚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一边是比较韧一边是比较脆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部位是堵头 这个位置拿来爆炒口感非常的脆 所以咱们先用刀把猪肚分割成两个部分 今天咱们要做的是爆炒猪肚 所以只留下堵头比较厚的那一部分 另一部分的话先放到冰箱 没后天买来半只鸡炖一炖 就是非常美味又滋补的猪肚汤了 今天的堵头因为是要拿来爆炒 所以咱们要切的细一些 首先是方便腌制的时候入味 更重要的是煮熟的时间更快 口感也会更脆 猪肚切好以后 往里面倒入小半勺盐 白糖和鸡精 小半勺白胡椒粉和一点料酒 一勺生抽和一勺的老抽上色 然后搅拌一下 把所有的材料都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继续准备一些简单的配菜 一小块的姜切两片厚片下来 然后再把姜切成小丁丁 切好的姜先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颗去皮的大蒜 把大蒜切成小块 然后再准备一节大葱 把大葱切成小段 切好的葱姜蒜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红线椒 把红线椒切成小圈圈 然后再准备几颗青线椒 把青线椒也切成小圈圈 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 还可以加一些小米椒或者泡椒 接着往往中倒入一点点的盐 一点白糖和一点鸡精 两勺生抽和一勺玉米淀粉 再把所有的调味料都搅拌均匀 接下来起锅开火 倒入一些食用油 再把火调成最大 等油烧到冒烟的时候 直接倒入腌制好的猪肚 快速的翻炒20秒钟左右 先把猪肚炒至半熟 这个时候火一定要开到最大 如果火力不够的话 炒的时间太长 猪肚吃起来就不太脆了 20秒钟以后 先把猪肚捞出放入碗中 接着另起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 先放入葱姜蒜 把葱姜蒜先爆香 爆出香味以后 再倒入青红红红椒 继续翻炒一会儿 把青红红椒炒至断生 最后再重新倒回猪肚 把碗中的汁水继续搅拌一下 然后全部倒入锅中 重新把火开到最大 继续快速的翻炒20秒钟 让所有的食材都入味 20秒钟以后 出锅 装盘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光是从食材的颜色搭配 看起来就已经非常的有食欲了 这样短时间爆炒出来的猪肚 非常的脆 非常的嫩 最最关键的是 吃起来一点点的腥味都没有 不管是拿来下酒还是下饭 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加转发哟 谢谢大家